哈囉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我們要分析的是 克比最後會跟魯夫聯手打敗黑無子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就要開始我的推理 最新的漫畫提到 卡普曾經跟羅傑聯手 打敗最強的人 洛克斯 海軍跟海賊其實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是可以聯手的 那目前海軍跟海賊這兩方 哪兩個人最適合聯手 自然不用說 那就是克比跟魯夫 克比在剛進海軍時 鍛鍊他的人是誰 那就是卡普 克比在某種定義上算是卡普的獨立 也算是繼承卡普意志的人 而魯夫這邊呢 那就更不用說了 在出行到現在 有多少人物說在他身上看到羅傑的影子 還有那點草帽 我之前有說過 海賊王的世界很大一環在說繼承 會不會克比跟魯夫最後會繼承卡普跟羅傑 我個人覺得是蠻有可能的 可是有人說 魯夫跟克比的實力差太多了 那我們來看看他們倆的實力是如何 魯夫最近打贏的強敵是 塔塔庫里 魯夫的實力最不讓人擔心 基本上他是羅傑的繼承人沒什麼問題 而克比的實力是目前大家最質疑的 但我跟大家說基本上可以放心了 克比在海軍雖然沒有太多的鏡頭 但他每次出場 基本上都是突飛猛進 而克比現在才18歲 就已經有劍文社霸氣 在資質上他領先過很多人 而他的職位也從打雜的到海軍大佐 大佐大概到哪一個階段呢 這裡有一張圖表 以一個18歲的人來說來到這個位置相當不容易 為什麼這麼說呢 海軍中將他們的年紀大概在30到50之間 所以克比在海軍的定位算是突飛猛進 而韋田在最一開始的海賊王中 就把他設定為魯夫最後的敵人 海軍海賊一敵一友 再上一個一敵一友的人 那就是羅傑跟卡普 所以以劇情推動看起來 他們兩個人合作是很有可能的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羅傑跟卡普聯手 但我們有機會看到繼承他們意志的人聯手 對上的一樣是目前最強大的敵人 那有人可能就會說了 想看魯夫跟黑鬍子一對一 魯夫沒有那麼卑鄙兩個打一個 但以前面的對戰來說 魯夫跟別人合作的次數也是非常多次 像是魯夫跟羅VS明哥 所以魯夫是會跟別人合作的 魯夫並不是超級賽亞人 還要在那猜選贏得先上去打 除非魯夫自己提議 他一個人來就好 畢竟黑鬍子是他殺青醜人 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劇情推動 如果你覺得不是的話 可以在留言區發表你的意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心